老角拿出来 大家好 我们登铁的蒸末都用这个老角来蒸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蒸老角末 这是上次蒸末留下的一块老角 现在给它跑去 先撕成小块 倒些绿水 把它划开 划开之后倒面肥 干面不需要搅太鱼 筷子稍微多拎下就行了 然后搁的发酵一碗上 搅成这样就行了 生面没有小泡 这个筷子和面 给老角倒进去 用类似的方便 用类似的方便 看 这和大部分都是孩子他爸的事 搅拌了 换面的时候 老角放的多 面就行发的快 老角放的少 面就行发的满 行了 等下 活成这个鸡就行了 接着叫它行发 面发火了 拔了一块 这是肉末去做 这是老角好的面 才肉之前的放些小手打 或者煎面 去吃去酸鱼 这是小酥鱼 这是小酥鱼 这三块面你肉 我不肉肉 我不肉肉 肉面的时候 今天这个面肥小酥鱼 全部入进面里面 让它容易 一块儿 我这三三脆 哈哈哈 切开再肉 一块儿 一个人肉肉 一个人肉 小手打一定要肉 肉肉肉出来的沫 就是花花鱼 面入浴了 开始做鸡子 我平时做这个大木 一个就是麒麟的鸡子 一锅的麦鸡子做好了 改成二次醒发一下 老饺子是怎么来的 整个时候留一块麦鸡子 这就是老饺子 下次整个时候有 天烈的时候放成尾薄脆 天热的时候放冰性保鲜 二次醒发好了 这拍的二次醒发需不需 点点点 轻小小的 练一下回炭 练一下回炭 这就是血了 成锅蒸40倍钟就做了 蒸了40倍钟 这麦就蒸好了 结膜 嗯 用老饺配上我们自己磨的面粉 这出来的磨 吃着就是行 这磨脱出来偏一点点红 这才是磨应该有的颜色 一股面香味 一股面香味 厨厨里面用我们自己磨的面粉 需要的话去看一下 再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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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给七五次 再来一下 这双方